又開始我們逢星期五晚8點到9點的理財資訊站節目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林修榮 今晚我的拍檔Sherry是放假的 所以只是我在此為大家解答問題 我們今晚的節目初段會講到和Roth有關的資料 原來Roth也大有學問 怎樣擺錢、怎樣拿錢出來 大家都要明白 待會我們亦會回答一些短信進來的問題 到答五、答半左右 我們就會開放我們的熱線電話 歡迎你一會兒打電話上來 即時和我聊聊天 我們稍後回來見 大家都會聽聽過Roth這件事 Roth-Ira R-O-T-H 這個Roth是甚麼呢 就是一位Senator 叫做William Roth 是由他提出 有這種非常獨特、非常優惠的退休儲蓄計劃 是從1997年開始 即是現在已經有成二十幾年 這個Roth-Ira 就是給那些有收入的人 每一年現在可以擺六千元 如果是五十歲或以上 可以擺七千元下去 是免稅的 Roth最大的好處就是免稅 無論你有沒有參加公司的401K計劃 403B計劃 都是看你的收入 只要不過某一個限額 你就可以用Roth-Ira 單身來說 只要你的收入不超過十二萬二千元 如果你是結婚共同報稅的話 只要你的收入不超過十九萬三千元 你都可以擺錢進去Roth-Ira 那Roth-Ira的優點是甚麼呢 我剛才也說了 最重要的優點就是免稅 即是翌日是不用付稅的 裡面所賺的錢是不用付稅的 還有七十歲半的時候 是不用做起碼提取的 你可以一直儲存 不用在七十歲半的時候 開始拿出來 這是幫助你做長期儲蓄 一個很好的工具 但近年除了Roth-Ira之外 還有Roth-401K這件事 這是甚麼呢 就是給你在你的401K裡面 有部份或全部 你可以放入Roth-401K 當然要你的401K計劃容許你這樣做 你就可以放部份或全部 入去Roth-401K 你都知道401K可以放很多錢進去 五十歲以下可以放一萬九千元 如果是五十歲或以上 可以放到兩萬五千元 即是你除了那幾千元的Roth-Ira之外 如果你的401K是有Roth-401K 你就可以再放多些 甚至可以放到兩萬五千元 而這個Roth-401K在你將來退休之後 你是可以將它Roth-401K入去Roth-401K 這個Roth-401K 因為七十歲半的時候 是要規定你做起碼提取 如果你不想做起碼提取 你就要將它那個時候 是Roth-401K入去Roth-401K 就不用做起碼提取 Roth-401K的存放規則是甚麼呢 是你可以到明年4月15日之前 你都可以放錢進去 但是你一定要有收入 而那些收入是要你做工的收入 不是你租金的收入 或者投資的收入 或者利息的收入 一定要做工 或者是自僱的收入 你或者配偶的收入 都可以用來放錢進去Roth-401K那裡 越年輕的朋友 就越應該用Roth-Ira 因為你將來的投資期是很長的 所以你如果是能夠免稅的話 你將來有很大不收入 將來是免稅的好處是很大的 由Ira轉為Roth-Ira 這是第二個方法 是擺錢進去 除了你是每年擺錢進去 透過Roth-Ira 或者透過Roth-401K 你還有第二個方法 就是你擺開那些Ira 你是可以將它轉入Roth-Ira 你是可以隨時做的 但是當然你轉做Roth-Ira的金額 就要當為當年的收入 所以大家就要看著你那個報稅的收入 如果你在那一年 某種原因的收入特別低的話 你就要利用那個機會 是來將一些錢 由Ira轉過Roth-Ira 剛才提過 你的Roth-401K 是可以轉為Roth-Ira 你隨時可以轉的 轉這個是不用交稅的 因為你本身的Roth-401K 是沒有用來扣稅的 所以當你將它轉去Roth-Ira 的時候 這個是不用交稅的 但是一會兒我會跟大家說到 這個你一定要轉入一個 你已經開了五年的Roth-Ira 就有些好處的 我們一會兒回來 是會為大家解釋到 有關於Roth-Ira 提取的規則 我們稍後回來見 歡迎你收看理財資訊站節目 我們剛才說到關於Roth方面的知識 現在我們開始跟大家說一下 你在Roth-Ira裡面 是怎樣做提取 剛才我們也提到 擺錢進去Roth-Ira 是有幾個途徑的 有你每年擺進去那些 6千元或者7千元 有是由Ira轉入去Roth-Ira 亦都是有Roth-401K 轉入去Roth-Ira 有幾個不同的途徑 在提取的時候 都有不同的規則 我們先看看 你每年擺進去那6千、7千元 那個提取就很簡單 你何時做提取都沒有稅、沒有罰金 你今年擺進去 明年拿出來都可以的 是沒有罰金、沒有任何的稅金 所以那個就最自由了 第二個就是由Ira轉到Roth-Ira的金額 首先要看看你夠不夠59歲半 如果你已經夠59歲半 你又是隨時拿出來都是免稅、免罰金 但如果你是在59歲半以下 就有些限制 限制是一個叫做五年的規則 這個五年的規則 只是限制那些59歲半以下的朋友 這個五年的規則 就是如果你這筆錢是由Ira轉到Roth-Ira 你在五年之內 轉了之後的五年之內 你拿出來的話 那些本金就要給10%提前提取的罰金 那些收入就全部要給稅 那個道理是什麼呢 就是他不讓你59歲半以下 本來你在Ira拿錢是要罰你的 就不讓你轉到Roth-Ira 在裏面即時拿出來 如果他不罰你 那就不公平了 所以他就有這個59歲半以下 要你等五年這個規則 第三個途徑擺錢入Roth-Ira 就是由Roth-401k轉到Roth-Ira 我剛才說這些Roth-401k 70歲半的時候 就像其他的401k一樣 是要你開始做起碼提取的 所以如果你有Roth-401k 你不想做起碼提取 你就要70歲半之前 你就要把它轉到Roth-Ira 那這些轉過來Roth-Ira 由Roth-401k轉過來 又有他提取的規則 他有兩樣的限制 第一呢 又是那個五年的限制 那個五年的限制 就是他轉到Roth-Ira 如果已經開了五年 就立刻符合那個要求 所以我剛才說 你的Roth-401k轉到Roth-Ira的時候 要轉入Roth-Ira 已經開了五年 你就立刻符合那個五年的要求 第二呢 就是你要起碼五十九歲半 大多數人這個都會符合的 所以由401k轉做Roth-Ira 其實就是少了很多限制 我們也要看那個收入 因為你這些平時放進去的收入 收入是幾時都要符合兩個規矩的 第一呢 就是你夠不夠五十九歲半 第二呢 就是你是不是已經放了五年 即這個五年 是由你第一次用Roth-Ira開始計算的 所以如果你用Roth-Ira已經有超過五年 你馬上就符合那個要求 那你又夠五十九歲半的時候 你拿那些收入出來 亦都是免稅免罰金的 好了 我們就要看一下 這幾種的提取 那個次序是怎樣的呢 即是你在裡面拿錢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先拿什麼錢呢 第一先拿的就是你每年放進去那些 即是你一直每年放進去幾千元幾千元那些 那些錢是沒有限制的 你什麼稅數擺了幾多年 你拿出來都不用付稅 又不用付罰金的 那些錢是先行的 第二批呢 然後才到是由Ira轉做Roth-Ira 第三批呢 就是由Roth-401K轉去Roth-Ira 收入是最後的 那個次序呢 是一二三四 是先拿的那些是完全沒有限制的 然後獨拿到最後呢 才是拿收入的 好了 那Roth-Ira那個繼承呢 是怎樣呢 即是如果你離開世界的時候 還有Roth-Ira 你剩給後人 那他要怎樣做呢 那個免稅免罰金的好處呢 仍然還有在那裡 但是剩給後人的時候呢 首先要看是不是配偶先 如果是配偶是受益人呢 就直接可以轉入配偶的Roth-Ira 那他以後呢 就不用做提取的 但是如果是剩給子女 不是剩給配偶呢 沒錯 你剩給了Roth-Ira 但是呢 他就開始要拿出來 他不可以一直不做提取的 你自己的Roth-Ira 你可以一生當中不做提取 但是當你給了後人之後 他就要開始做提取了 提取有幾個方案的 他可以五年之內提清 他拿錢出來的時候 如果你已經是這些Roth-Ira 是有了五年的歷史的話 他將來拿出來是免稅免罰金的 但是他要五年之內要拿清 或者他可以用自己的稅數 那個Life expectancy 他一生當中每一年拿少少出來 他拿出來的時候 又是不用付稅的 這個其實是剩給後人 都是相當優惠 不過他就要開始拿出來 好了 講完Roth-Ira 想跟大家講講經濟指標 這個星期出來的經濟指標 第三季國民生產總值的修正指數 上升到2.1% 之前是1.9% 這是好消息 另外 內用貨品訂單指數 Durable Goods 他的訂單指數 是升了0.6% 這是好消息 消費者的消費指數 也是升了0.3% 比9月份的稍為高些 所以今天幾個指數出來 都是利好的消息 和大家看看30年固定房屋貸款利率 是和上星期一樣 小額貸款3.625% 大額貸款3.875% 是沒有改變的 好了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我開始會為大家解答一些 短訊進來的問題 稍後見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是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 我們回到理財資訊站 在這一節 我是為大家解答一些短訊進來的問題 不過未開始解答之前 先講我們這裡的電話 短訊的電話是415-595-5361 亦都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 是星期日晚5時半重播的 如果是在美加地方住 但在灣區以外 你都可以通知你的新戚朋友 可以上SBTV 即時收睇到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這個節目的錄影 在星期一的Iman 就會在本台的網站 和我自己的譚天雪地的網站 在那裡你可以看 我亦都會放上我的Facebook 我現在開始解答 一些短訊進來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是和我剛才說的有關 他說Ira轉去Roth IRA 是不是要當作收入呢? 每年有沒有上限呢? 需不需要報稅呢? 當你把一些已經扣過稅的Ira 轉去Roth IRA 你轉的金額 是在當年要當作收入的 是沒有上限 即是你喜歡轉多少Ira 去Roth IRA 都可以是沒有限制的 怎樣報稅呢? 你報稅的時候 這個就好像你在Ira裡面 拿錢出來那樣 你就要報在你的報稅表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第五A、B 成為你的總收入的一部分 第二個問題 他說如果夫婦兩個人 是沒有工作收入 可不可以申請奧巴馬的醫療保險呢? 申請奧巴馬醫療保險 就有收入的上限 但沒有收入的下限 即是如果你沒有收入 你的收入就是零 零你就合資格拿低收入的白卡 你一樣是可以申請的 下面這個問題 他說他是一個奧哈奧州的牧師 他會在新加坡得到一筆退休金 需不需要交稅呢? 當你成為美國的移民 即是這裡的居民或公民的時候 你是要為全世界收入報稅的 在美國這裡 退休金 我不是說社安退休金 你在公司 在前僱主那裡 獲得的退休金 是屬於收入來的 所以你是要報稅的 這個是要報稅的 不過有些退休金 你可以當它好像這裡的401K 你可以將它放入一個IRA裡面 就可以暫時不付稅 將來退休之後 逐些拿出來 按那時候的稅率給稅 你是可以這樣做的 第三個問題 他說 第四個問題 他說 他有個兒子剛剛出生 有什麼方法 為小孩子儲錢呢? 如果你想為他大學教育儲錢 就要用529的儲蓄計劃 但是你也可以是父母自己另外開個戶口 就來為他儲錢 你用529有限制 將來一定要為他讀大學用 不然就沒有稅沒有好處 你可以用529 你也可以自己操錢 如果你的收入相當高 你又相當多資產 你不想著將來要拿經濟援助的話 你就不妨把錢轉到他的名下 你就用一個代管人的身份 來為他儲蓄投資 對他有稅務的好處 下面這個問題 他說一個人生前有一間屋 已經是父親了 擺進去生前信託 是過世之後 子女如何處理產權轉移呢? 當死者即是信託的信託人 都過世之後 信託裏面是指定哪一個做繼任信託人 繼任信託人 就有權將產權來改變 那就要看一下信託裏面 指定是給誰是受益人 繼任信託人 就可以去登記一張屋契 將產權由已經過世的業主 即是那個信託本來的信託人 轉給那個受益人 就是繼任信託人來簽這份屋契 他因為信託裏面 已經是授權繼任信託人這樣做 所以他是有權 將產權轉給受益人 這是不用經過法庭認證的 但是做這些手續 你自己做 你不會懂得怎樣做 到時找律師幫你做一做 那些契約是最好 下面這個問題說 哪裏可以拿到BOE58AH的表格呢 這個表格就是 父母子女之間的產權轉移 申請豁免地稅重股 最容易拿這個表格的方法 就是去你自己county的assessor office 那個網頁那裏 在那裏下載 大多數的assessor或者recorder 那個網頁都有這個表格 你直接下載了填了 交入去就可以了 下面這個問題 他說如果公司有每個小時 兩個狗的醫療保險津貼 會不會影響他的白卡呢 我假定他是65歲以下 65歲以下 完全是看他的收入 這個醫療保險津貼 我發覺是在他的收入那裏減出來的 完全是不上W2的表格 連第一、第三、第五 那三個收入都不在那裏減出來的 那就是對你減低的收入 是有些幫助 或者因為這樣減低的 你是可以拿到那個白卡的 下面這個問題 他說 我在外州賣了一間屋 有15萬在銀行那裏 可不可以用來投資股票呢? 這個錢是你的 你喜歡怎樣用都可以 你喜歡去旅行 你喜歡送給別人 你喜歡捐出去 你喜歡用來做其他投資 你是有權這樣做的 還是用來給另一間出租屋的貸款 還欠銀行10萬 那就要看下你現在給多少的利率 如果你給的利率是相當好 你亦都想著你投資的收益 是會好過你現在的利率 那你就應該用來投資了 但你說我都是穩陣的 我就想減低我要給的利息 你是可以用來給了這個貸款 不過請你記住 就是出租屋的利息 是可以和你的租金抵消的 所以你真正的成本 是低過你的利率 是相當多的 你要計算一下 好了 我們這一節就回答到這裡 我們一會回來 就開始接聽大家打電話進來的問題 提醒大家 我們這裡的電話是800-616-6220 800-616-6220 一會回來見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是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 歡迎你收看理財資訊站節目 我們由現在一直到九點鐘 都是接聽大家的電話 不過大家打電話上來 有幾個規則 第一,當接到你的時候 請你要關掉你的電視 不要聽著電視 你就和我說電話 因為電話和電視 有幾秒鐘的差別 第二,請大家盡量問一條問題 是比較簡潔、比較騙要的 第三,請大家不要提任何商號的名稱 今晚第一位的觀眾是江先生 江先生,你好 江先生 是的 在這裡聽到 請你問 我想問 有一個IRA 影不影響奧巴馬的老人白卡呢? 你說老人白卡 你是不是過了65歲 75歲 75歲 好了 過了65歲 你白卡的資格 就是看你的資產 過不過兩千元 如果你結婚 就不會過三千元 這些IRA 本身是你的資產一部份 不過 在加州 就有個巧妙 是 如果你在IRA 開始拿錢出來 這個IRA 就不算是你的資產 過了70歲 你一定已經在IRA 開始拿錢出來 是不是 是啊 那就不計了 不計你的資產 那你其他銀行存款 那些過不過兩千元 不過 不過的話 你繼續可以享受白卡 你現在已經在拿白卡 是不是 現在就是想拿白卡 OK 你銀行存款不過兩千元 你單身了就結婚了嗎 結婚了 結婚了 那麼你夫婦是不可以多過三千元 你的資產不要計你的IRA 你多不多過三千元 什麼屬於資產 有車等 資產呢 你自己的房子不計 一輛車不計 你開始拿錢出來的IRA 不計 你其他的資產都計 你銀行存款也計 你有沒有出租物業 沒有 那些物業出租 沒有 那主要是你銀行的存款 你們兩位的銀行存款 過不過三千元 一般就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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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盡量不要過 你可以去申請白卡 你一直都沒有拿白卡 是不是 我一直都沒有白卡 我找幾年去拿錢 我和兒子住 兒子 和他搞過這個 我沒有資格去拿白卡 因為你的IRA 你的IRA有多少錢在這裡 我的IRA有四萬多元 以前就不行 但是現在 裏面的人告訴我們 我們都見過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就是因為你已經在裏面拿錢出來 所以你現在照他申請 你應該拿到的 好了 那我們聽下一位的觀眾 是劉先生 劉先生你好 你好 劉先生 我想問一下 請你問一下 你好 最近我媽媽會把他那間屋轉送給我 但是我聽說 如果我無常接收那間屋之後 如果將來我要出賣的話 就會要交很多增值稅 不知是 不知真假 我想請你告訴我 如果是真的 要交多少 如果沒有這回事 那就無所謂 是的 是有這回事 因為當你媽媽把那間屋轉送給你 她是把原來買回來的成本送給你的 她以前是不是很久買回來很便宜的 是啊 很便宜 很便宜 當你賣出去的時候 你算的增值 就用你以前買回來很便宜的數算 那你那個增值當然是很厲害 你是不是在那間屋住的 現在還未住 現在還未住 但是那間屋是增值了好幾十萬的 是嗎 是 如果你不想給增值稅 增值稅一般是15% 聯邦州 如果你有幾十萬增值 就去到9-10% 即是你四分之一要給政府 你不想給增值稅 你就叫你媽媽不要轉給你 你叫媽媽要不就 她一路拿著 到你將來計成房子 那時候才賣出去 你那個成本就提升到 你媽媽過世的時候的市場價值 那時候賣出去 那就沒有了增值 不用付稅 明白嗎 明白嗎 是那個成本的問題 我不是 剛好她死的時候 我賣的 我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賣 你不要賣 你是不是想著要賣 不是 不是 將來 萬一我要賣的時候 OK 將來要賣的時候 你現在就不要轉給你 現在轉給你 你將來是會給很多稅 你等你媽媽一路拿著 然後將來到你計成 那時候 你將來才賣 你都會節省很多稅 因為你的成本 不是你媽媽以前買回來 那個很低的成本 你聽我說 不要這麼急是轉 等你媽媽一路拿著 將來你計成 是對你省稅 是好著數的 好 那我們現在 要稍微休息一下 回來我會繼續接聽你的電話 現在在美加各地 多謝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睇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睇 歡迎你收看 《理財資訊站》節目 我繼續在這裡接聽 大家的電話 我們現在來聽 Tommy的電話 Tommy 你好 你好 林先生 多謝你打電話上來 請你問 好 我想問一下 關於Summer Julie的事 OK 我的女兒八月份 收到Summer Julie 但是他在Summer Julie 讀師 沒有空間 就電郵給法院 但是法院 沒有理會他 現在又再來一張子肥仔 叫他12月再做陪心團 然後說他八年不去 沒有列班 他說要罰1500元 還有要坐牢 不會坐牢的 你上次如果你解釋得清楚 說他根本不住在Bay Area 就應該不會再叫他做陪審團 但是你上次可能沒有解釋得清楚 你上次怎樣解釋 我的女兒上次說 他在Sandiego正在上學 他是打電話進去 還是寫信 還是填那張收條進去 他電郵他 E-mail E-mail OK 如果E-mail 我不知道他解釋得清楚 他要說他不住在Bay Area 他不住在這個Area 他根本是沒有辦法回來做陪審團 如果他解釋得清楚的時候 就應該不會罰你 兼不會再叫你的 所以這次照樣是這樣解釋 但是要解釋得很清楚 這次他寄了一張子肥仔 所以他說要罰一千五百元 以及不能上訴 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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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他E-mail進去解釋 有沒有留下一個底 應該還有一個底 有一個底 再寫信進去解釋清楚 因為不會罰你是一千五元的 不會的 你如果解釋得清楚 是可以不用做回審團 但你一定要解釋得清楚 現在應該拿著那個E-mail的解釋 再寫信進去 來到解釋 就應該沒事了 好 我們來看看陳太的電話 陳太你好 你好 林修榮先生 你好 我經常看你的節目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我們是領 SSI的 我先生今年九十二歲 我都七十幾歲 我先生有糖尿病 有高興 那些子女上班沒有空 我就擔心他 但是我沒有辦法照顧他 那些子女想買長期護理保險 他有白卡 你先生有白卡 白卡也有 白卡有長期護理服務 你不用另外買 你九十二歲買 又貴到飛起 不要制 不用買 不用買 白卡是有長期護理的 到他有需要的時候 是有長期護理的福利 就是會派人來照顧他 要不就派人來照顧 要不就讓他進去學生家 白卡是有這個 你現在買九十二歲買 真不得了 你不要打算自己買 你的白卡是有這個 他現在需要有人照顧他 現在有 政府都有 六十個小時照顧他 那你已經有家居護理 如果他將來 真的在家裡也無法照顧 那就可以送進去學生家 他的白卡是有這個福利的 所以不用另外去搞 好,多謝這位聽眾的電話 我們來聽下一位是羅先生的電話 羅先生你好 羅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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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問題 是關於租屋的問題 OK 我有一間出租屋 那就很多年了 那就一路來 都是有付值的 就是我付錢 即是你自己要貼錢下去 我貼錢下去 我貼錢下去 但我工資一路都高過那個上限 所以不能夠扣稅 所以在戶頭 積了幾十萬 扣不到 那我就說 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以後賣了一間屋 或者轉為自住屋 那那些負值 會不會可以拿來扣我以後的收入 不是扣你以後的收入 而是扣你以後的增值 譬如你第一天賣是增值了四十萬 你有十萬的passive loss 是過去不能夠扣的 那你那個四十萬的增值 就被這個十萬扣了 就只有三十萬的增值要給稅 OK 如果我賣屋賺的錢 還不能夠扣我那個 那就沒有了 你只能夠扣到零 為什麼你的passive loss 會這麼厲害 你有扣到depreciation 就是全部的東西都有扣 有 我每年都是用那些軟件填稅 但是你擁有這個出租物業多少年 都有十幾年 但是我買的時候 我買的時候是最高峰的時候買的 喔 OK 現在的區域就不是 現在的正賺不是很多 OK 那你那個passive loss 只能夠幫你把那個capital gain 是減到零 但是是不會有capital loss的 所以你這個情況就比較特別些 就是只能夠幫你減你的capital gain 好 以後的收入都不能再減 以後的收入 你自己其他的收入 不能再減 因為你收入高 你過了15萬 你那些passive loss 是全部不可以扣 本來是可以最高扣25000的 但是你超過了15萬 是不能夠扣的 你償起它 用來減低你的capital gain 好了 我們來聽一下中女士的電話 中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 林先生 你好 我想問一下 就是因為我爸媽是有買開IRA來抵稅的 他每一年報稅的時候都 我都想買IRA去抵稅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你沒有開過IRA去銀行 不是 我有Fidelity 那裏有買開的 那就可以了 放錢下去了 你從來未放過IRA 我以前買過一次 傳統IRA 因為我報稅的時候 我自己報的 在Credit Karma OK 我不知道 他怎樣會認識到 我買了IRA 我報稅的時候 你報稅的時候 自己報上去 你自己報上去 譬如你放了6000元 你自己報上去 來減低你的總收入 在你報稅的時候 你自己用Turbo Tax 那些軟件報 自然你進去告訴他 你又放了錢在IRA 他便自動會和你 減低你的總收入 那我是用Standard 還是用另外那個去報稅的時候 這個和IRA沒有關係 Standard deduction 那個是第二頁 那個是沒有關係 那個和你這個沒有關係 你是用Standard deduction 或是用Itemized deduction 是看你有多少 deduction 這個IRA不是在那裡 deduct的 這個IRA和Standard deduction 或者Itemized deduction 是沒有關係的 它是另一條Line deduct的 OK 那我買過IRA 有沒有是Traditional 有沒有是Traditional 或是Raw 你自己決定 如果你要用來扣稅 你就要買IRA 如果你是想著 將來是免稅的 你就買Raw of IRA OK OK 謝謝你 好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回來 再繼續為你解答問題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是收看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 《理財資訊站》節目 歡迎收看《理財資訊站》節目 我們繼續來聽聽眾的電話 下一位是黃太的電話 黃太的電話 黃太 你好 你好 黃先生 你好 我有個問題想問 我以前的先生買下的年金 他說現在差不多是到期了 OK 他叫我們明年2月又要開始拿錢 那我想如果現在我拿錢 拿了回來 那我是不是要過年就要納稅 或者如果明年我年頭才拿錢 那你是不是到年尾才報稅 那我那個利息我不想他幫我先扣稅 那你有沒有比實呢 是 年金當你拿出來的時候 一路的收入未給過稅 就要在當年報稅 那你繼承的年金也是同樣的 那你如果是明年頭才開始拿呢 那你那些收入就報在2020的報稅表 是你2021年的時候報稅 然後才需要報 你是可以要求他 是不用跟你交預繳稅的 一般他都不用跟你扣起那個稅的 你可以這樣做的 逐點逐點拿出來 由明年開始拿 叫他不要扣稅 是可以的 那如果我一次拿完 我現在又賺到二萬元 那不納稅 那過年報稅呢 會不會被罰 政府會被罰 要看下你在不在那個所謂安全港裏面 因為有幾個安全港 是令到你不用被罰的 譬如你明年 預先扣起的稅 是達到今年你的稅 那就已經可以了 譬如你今年總共要付五千元稅 明年你就預先扣起了 繳交了五千元 那就可以了 即使你的收入明年 是因為有些特別的原因 是推到很高也好 都不怕的 因為你只要明年 是有預先給了你今年那個稅項 就已經可以了 這個是一個三個安全港裏面 其中的一個 因為好像今年 我們的收入很低 又沒有什麼納稅 最多是納幾百元稅 OK 那你明年預先交幾百元 就已經可以了 但是到後年為明年報稅的時候 你就要補很多稅 但是你只要 譬如今年的稅是五百元 你明年預先扣起 或者預先繳交五百元 那就已經搞定了 不會發尾了 那預交是我們怎樣預交 或者是我們 你還有沒有做工 有沒有做工 沒有 沒有 如果沒有 你就要自己交進去 你要付一個 estimated tax 你預先交進去 預先寄一張車進去稅局 你在網上可以下載一個 schedule ES estimated tax ES 填金額在上面 寄一張車進去 那就搞定了 我猜好像是我們明年 我們拿二萬回來 最多是拿到二千多元稅 是 如果你是沒有其他收入的話 你的稅率 你結了分 大部分是10% 所以是給二千多元稅 那如果是我們到 好像是明年是二千 是不是明年是二千年 2020 2020 2020 21報稅是要納 那時候才納得 怎樣 你2020的稅 你2021年報稅的時候 才是要交的 那你2020明年 你總之什麼時候 你寄五百元進去 你已經搞定了 OK 多謝你 多謝你電話 我們來聽一下 二先生的電話 是 是 輪到你了 請你問 我問問 三文市房屋 一年一年 加稅是多少 怎樣合理 一年一年 你說物業稅 是嗎 不是 就是出租房屋 出租房 你說什麼稅 不是 就是加租 加租多少才合理 你那間屋 有沒有租房 你知不知道 你那間屋有沒有租房 管制 我也不知道 你擁有了這個 出租房多久了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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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要替你查一查 我忘記三藩市的家租 但如果你那間屋 是租房管制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3.6% 但不要用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是我拿一拿過的 你最好找人給我電子優件 我和你查一查 你或者找人和你上網查一查 三藩市的家租幅度 是多少 你不要加多 但是中間有巧妙 如果你過去是不家租 每一年它有個數 你如果不加租的話 那些是Bank了 你可以是加回的 所以要看你 你過去有沒有加租 過去幾年有沒有加租 每年加25元 每年加25元是多少個% 是很少的 OK 你要找人拿下 你的租金是多少 每年加了多少 我可以幫你計算 你還可以加多少 OK 好 那我們來聽一下 是Thomas的電話 Thomas你好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我有兩個問題 關於子女申請學校 加州學校 有一群組的學校 他就問AGI 問你們的earn income 問你賺了多少 他又問你的AGI 又問你賺了多少 是嗎 還有一個是untax的 這個是到最後的時候 就問你有些 income 是不用付稅的 你的問題是 為何分開三個問題 不是 我分開兩個 他是問AGI 那個很明顯就是 稅表上面的AGI 是的 另外一個他就問是untax的 2018的 income and benefits untax的就是包括你的401K 你的IRA 即是那些是不上稅表的收入 他是問你 因為他要把它加上去 是的 譬如公司的401K 就是matching那些 是否需要 matching呢 都需要的 是的 都需要的 全部那些都需要的 是的 因為那些他要加上去 你收入那裏 因為那些真的是你的收入 是的 這樣就再問 如果是flex spending 或者cafe 125 在W2有出的那些 那些是 那些都要加上去的 因為那些都是你的收入 那裏拿出來 是不用付稅的 所以他算你的經濟援助的時候 其實是看你真正的收入 你其他可以 不用擺稅表上面的收入 全部要加上去的 是的 好的 我們等一等 我們要賣一賣廣告 一會兒我們再回來 謝謝 歡迎收看理財資訊站 我給他一個訊息 正話跟我談過 我剪了他條線 本來我想保持住 我剛才說 他那個matching 公司401K的matching 不要放下去 不要加上去 因為matching不是你的人工一部分 有些matching 是你甚至未vest的 所以matching不要放上去 但其他你自己人工裏面 扣出來放 Cafeteria Plan HSA 401K那些 你就要放在那裏 讓它加上你的收入 但employer matching 不要放上去 我來到聽梁先生的電話 梁先生你好 喂 是不是到我 是的 梁先生 輪到你了 是的 梁先生 我想問一下 我的房子 放了一個living church 很多年了 OK 我想到以後 我賣交的時候 我還有沒有那五十萬 我夫婦兩個人 沒有那五十萬 沒有那五十萬 你那個信託 是一般的信託 即是可以取消 可以更改的信託 是嗎 是 OK 你仍然還是擁有的 你只不過是用信託人的身份擁有 報稅呢 你一樣是拿它來報 那個產權也是屬於你 所以你是不會失去 每一個人二十萬免稅的那個 不會失去的 OK 那麻煩你 OK 好了 那我們又再來聽這一位 是劉女士的電話 劉女士你好 是 你好 那之前我有一份403B的設備 那我現在就沒有做那份工作了 那我想那403B轉進去Rod Ivar 是怎樣開一個戶口 怎樣做呢 那403B就跟401K的情況一樣 你是可以把它轉出來的 但是你不是一下子就轉去Rod Ivar 那裏 你是先轉出來 是轉去普通的Ivar那裏 那裏 那很多的機構是可以幫你自動設立一個Ivar 但是他就幫你設立一個Rod Ivar 就是你最終去到Rod Ivar那裏 所以你要去銀行或者折扣經紀行 是開一個Rod Ivar 你開了之後呢 你就拿回去前僱主那裏 即403B那裏 是叫他直接跟你轉去那個Ivar那裏 那裏 那是Rod Ivar 他去到那個機構那裏 他跟你轉進去Rod Ivar 他自己才要放進去Ivar那裏 那個讓他做 你不用理 那個你不用自己開的 他自己內部會做的 但是你就要拿著那個Rod Ivar的資料 然後是回到403B那裏 是告訴他 請你把我403B那些錢 是直接匯入去我這個Rod Ivar那裏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如果不是叫他直接匯過去 你直接拿一張Check 你叫他給Check你 這樣就會扣起百分之二十 那你的百分之二十扣起了 不去到那個Ivar那裏 這些錢就出來了 出來了 你都是要報稅 你那些轉去Rod Ivar都是要給稅 所以稅那裏是一樣的 但是那個就出了那個Rod Ivar的戶口 就變成你不在Rod Ivar那裏 等於是做了提取 所以你是先開了Rod Ivar 然後你就去那個403B那裏 叫他直接和你轉去Rod Ivar那裏 這筆錢你這樣轉過去 當年就要報稅 你知不知道 當年要放在你收入那裏 哦 這樣 如果是譬如這樣說 我這個403B有五千元 那我就要報五千元稅 你就要報五千元稅 但是現在你退休了 是嗎 還沒退休 只得五十五歲 OK 你就要考慮是不是這樣轉 因為你轉 沒錯 你這樣轉 你那一筆錢就要當為收入 那你現在都在做的事情 有收入 那你這筆錢真的要給稅 但是你如果是不要轉去Rod Ivar那裏 你轉去Ira那裏 你轉去Ira那裏 就不用給稅 然後第二天到你退休 收入少了 那時候才逐一點轉去Rod Ivar 明白嗎 這樣你就可以省稅了 所以不要這麼急 你先轉去Ira 第二天慢慢才轉過去Rod Ivar 好了 我們今晚很快樂 就回答了不少的問題 我們這個節目 每逢星期日晚五點半是重播的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禮拜一下就五點半 你就上我的網址 或者上本台的網址 在那裏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錄影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拜拜 謝謝你 近所大朋友 對阿 在這裏很爽快樂 這是最近4月的問題 但給兩天更快樂 都會有一個威風的未講 它是不主性可以 還是大件事 離歸你 有一點就像我 amazed KTSF App或电视收睇 其他地方观众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睇